好 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繼續開會 那我們今天原則上是 處理海關稅責以及證交法 這兩個法案 所以這兩個法案現在請先宣讀 處理完了 還有一個修正中意 還有一個修正中意 還有臨時 臨時提案 等到這些都處理完了 我們再來唸17條 因為17條唸完我們不處理 就這樣子好不好 好 我們現在先讀 宣讀第二案 本院委員費洪泰等23人擬據 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 第84章核子反應器鍋爐機器及機械用具及其零件 修正第8407 3490號 第8409 9110號 及第8409 9120號等三項之第一欄稅率 修正第8409 9160號 第8409 9190號 第8483 9010號及第8483 9010號等四項之第一欄及第二欄稅率 第85章電機與設備及其零件 錄音機及聲音重放機 電視影像聲音紀錄機及重放機 及及上述及上述各物資零件及附件 修正第85129030號之第一欄稅率 第87章鐵道及電車道車輛以外之車輛及其零件與附件 修正第8709 9990號之第一欄稅率 委員費洪泰賴士寶真明中所提修正動議 未配合現行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 國定第二欄稅率與我國簽訂自由貿易協定國家之關稅減讓承諾 原調整修訂海關進口稅則部分稅則修正草案 之國定稅率第二欄稅率第二欄關稅稅率 詳細關稅稅率請參閱後付表 宣讀第三案本願文真明中等十七人女具證券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第十四條本法所稱財務報告指發行人及證券商證券交易所依法令規定 應定其編送主管機關之財務報告前項財務報告之內容 適用範圍作業程序編制及其他應遵行事項之財務報告編制準則 由主管機關定之不適用商業會計法第四章第六章及第七章之規定 第一章財務報告應經董事長經理人及會計主管簽名或蓋章 並出具財務報告內容無虛偽或隱匿之聲明 請向會計主管應具備一定之資格條件 並於任職期間內持續專業進修 其資格條件持續專業進修至最低進修 時數及辦理進修 機構應具備條件等下之 辦法由主管機關定資股票已在證券交易市場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或於證券櫃台買賣中心上櫃買賣之公司 一第二項規定編制年度報告財務報告實應另一 主管機關規定揭露下列資訊 一公司薪資報酬政策 二個別董事監察人及經理員之薪資酬勞 三全體員工薪資酬勞之總額平均數及中位數 四非擔任主管職務處全實員工薪資酬勞總額平均數及中位數 前向董事薪資酬勞與非擔任主管職務之全實員工薪資酬勞中位數之差距 應有一定倍數限制有關董事薪資酬勞之認定及該倍數限制由主管機關定資 違反前向規定者主管機關得令該公司負責人公開說明理由 宣讀臨時提案第一案 為如實反映汽車零組件降稅效果 鑑請經濟部招集汽車生產業者明確承諾降稅後調降車價 以及增進員工福利此外 鑑請經濟部與財政部就整車關稅調降的部分 引以調降方案說明鑑於汽車零組件關稅調降後 國產汽車的生產成本以下降 應將降稅的效果反映於汽車的售價上 如實回饋消貨者 鑑請經濟部與汽車生產者起訴協議明確要求 業者將降稅效果如實反映於汽車售價品質方面 讓消費者以及勞工權益獲得保障 在取得降價並回饋方案前 不應雖然降低進口零件關稅 此外鑑於汽車作為當代普及的民生必需品 為使我國消費者在購車時能有較公平的性價比比較基準 鑑請經濟部與財政部就整車關稅及貨物稅調降的部分 研理條降方案提案委員高嘉餘連署委員 林楚英 江永昌 第二案財政部關務署未六十快遞 貨物報關委任及實名認證制度 自109年3月16日起事辦 預計109年4月16日起正式實施 民眾購買海外包裹 倘若未填寫報關委任文件或利用EEDWAYAPP實名認證 首次進口海外包裹將收到黃牌警告 第二次將收到紅牌 未來將禁止進口為EEDWAYAPP使用上問題重重 多次接到民眾反映使用者經驗不佳且時常聯絡不到客服人員 另外至今EEDWAYAPP下載率偏低財政部關務署1表示 自6月才能完成淘寶蝦皮整拼會員認證 顯見政策推行過於倉促 原請財政部關務署1 4月16日起討論民眾未完成實名制認證 被海關抽驗到將收到黃牌或禁止進口 適宜請關務署滾動事檢討 二有關EEDWAYAPP使用問題 請財政部關務署與關貿網路公司協調 持續用畫幣在顧及老公權益前提之下增加客服人力 3點擬開發EEDWAY電腦板 讓更多用戶方便使用 至於一個月提出順應報告 回覆提案委員陳教華連署委員郭國文 莊瑞雄 高嘉瑜 第三案 英美 澳洲 紐西蘭等均成功地透過公益信託 瓜湖或國民信託保護了許多自然和文化資源 促進當地觀光生態旅遊 同時保存獨特或豐富的自然人文資源 永續經營環境保護與文化保存 公益信託非常重要 其可以利用民間自發性的力量保護保存 台灣國內具在地性特色的自然人文資產 公益信託在國際間成功地運用民間力量 來促使公益事務的推展與落實 也有研究使出民間力量投入在地 公益事務效率遠高於政府部門便利預算的資源投入 也能帶動地方經濟發展 然後以目前信託法一陣稅 所得稅法制度下進行環境信託 只有信託業者有稅務的優惠 若善心民眾要捐贈土地或是金錢給專業團體 專業環境團體進行環境信託必須繳交高稅資金 高額稅金和信託業者 並無法像專業環保團體一樣妥善管理環境信託 為了因應世界趨勢促進生態保育 推動地方創傷原提案要求財政部於三個月內提出修法版本 協助推動環境信託 提案委員陳佳華 連署委員高嘉瑜莊瑞雄 第三 無安肺炎疫情持續升溫 3月16日至19日國際信用平等機構匯域 陸續將英美歐洲及亞太地區的受險業評級展望 全面從穩定下調製負面 台灣人平均每人手上持有超過三張保單 當肺炎疫情衝擊全球資本市場保險業恐遭受衝擊 所以目前保險公司會每三個月公布紀報 仍見請金管會每三個月公布一次保險公司禁止比例 避免投資人需一家一家查詢保險公司的禁止麻煩 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並於一個月提出書面報告說明 提案委員陳佳華連署委員 郭國文 莊瑞雄 高嘉瑜 宣讀完畢 好 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現在的順序是先處理證交法 然後再處理這個海關稅者條例 結束之後我們就宣讀 然後今天議程就到這裡 那我們現在進行協商 請相關的官員到這邊來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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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現在我們就開始進行這個證交法修正案的 那有沒有哪位委員要先說 而且先請行政部門說明好了好不好 我們主要是說明就是說現行 因為這一項在之前賴委員提案之後已經修過一次 賴委員還記得嗎 這個14條的最後一項修過 那修了之後呢 我們現在也已經在相關的年報 有關於董監事跟經理人薪資報酬的政策 還有一些必須要揭露到個別的有一個規範了 那另外進一步就那個員工的部分 員工的部分包括全體員工還有沒有擔任這個主管職務的這個 全職員工的薪資總和平均數跟中位數 那是在 一個是 有一部分是在財報的這個戶表有揭露 那另外一部分是在那個 公開資訊觀測站上面已經有揭露了 所以我們是認為相關都已經有在做了 那是不是就不需要去修 再一次再修改這一 14條的最後一項 那另外要限制 政委員提案說要限制董事薪資 董事薪酬跟員工的薪資差距有一定的倍數 這個我們去查了一下相關的國際 相關的規範是沒有 沒有有這樣子的一個例子說 要去限制這個比例的倍數範圍 而且這麼多的公司 他們的營運規模獲利能力跟經營策略 都有這麼大的差異 所以要限制這樣的一個一定的倍數 我想這個是不太可能做得到 所以以上 市政機關的我們今晚會的意見 再請委員能夠參作 在請委員發表意見之前 我有先一些看法先提出來 我想委員們的提案都很辛苦 也都辛苦的連署 除非除非他的提案就是跟原來的提案一模一樣 否則我會就是建議我們行政部門 盡量的盡量的預程 就是可以做文字修改 或是怎麼改都可以 但是不要說一下就是說 這不用了這樣都做了這樣這樣好不好 我叫盡量的尊重委員 這是我的一點心裡的話 我想每個委員都會提案 每個委員都找人連署都很辛苦 那你碰到行政部門意見 如果一下就說這面啊 這樣我想也是也是不夠尊重 我希望是說盡可能的抗案 除非我剛說過了 除非說這個條文跟原來條文都一樣 除非這樣子 否則的話 是不是可以做若干的修改啊 那什麼東西 來我們就請提案委員 祝福總署民見 好 謝謝各位主席各位同仁 顧主委還有各位記者朋友大家好 其實為什麼有這個提案 其實台灣的低薪呢 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嚴重 真的非常的嚴重 那證交法第一條就是民文規定 除了發展資本市場以外 也要振興國民經濟 也就是一般民眾的這種經濟 所以這也是證交法第一條民文規定 那我做這樣的一個提案 所以其實早在我當經管會主委任內 一直想推啦 但是有時候老講 有時候推不動 你不要笑的 替我講 有時候在經管會推不動 但是你來立法院之後 可以協助你推 我也知道你面臨重大的壓力 那假設能夠協助你 那往前走一步 往前走一步 這是很好的事情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 各位很清楚啊 上市上位公司 將近兩千家裡面 是中華民國最有競爭力的公司 但是我們看 有一些EPS 10塊以上 那股價200塊以上 還常常看到低薪的情況耶 那這錢賺了誰拿去 Capital gain 老闆拿去 他的英語學拿去 老闆拿去 這個 真的看不下去了 所以才提出這麼一個提案 那當然 當然謝謝金管會 金管會提了他的書面報告講說 這個EPS啊 或者是其他國家沒這樣的規定啊 EPS也沒規定說不能做這樣的規定啊 EPS也可以因應各別國家的需要啊 更何況也謝謝 我們的趙偉賴斯保文 上一次已經開了第一槍了 已經應醫主管規定 揭露全體員工平均薪資 及調整形型康安資訊嘛 那金管會也配合修訂了 證件發行人財務報告的編制整責嘛 已經做了 已經做了第一步了 那為什麼不做第二步第三步 所以我的條文 回到我的條文 第一個 新公司薪資的報酬政策 我們現在當然有董監事 當然有高階 但是你還是沒有全面的揭露 公司薪資的報酬政策 這第一點 第二款個別董監事 及經理人的薪資酬勞 現在是規定的range嘛 那個別的部分 其實很清楚啦 像美國二三十年前就已經揭露了 二三十年前就揭露了 世界上幾乎每個國家都揭露 個別董監事高階經理人的薪水啦 第三款 全體員工薪資報酬之總額 平均數之中位數 現在有揭露 但是沒有揭露中位數 當然第四款 會擔任主管職務的全薪 全死的薪酬總額平均數 跟中位數 中位數今年六月會開始做 那後許主委講了 你那個倍數會有一定的限制 會有 定定上也沒有困難 其實你可以針對不同產業啊 那假設說你這一個太猛 這一部分其實我可以以後再做 以後再做 那其實為什麼想做這樣的一個規定 因為國內有很多公司法的學者 增加法學者 也一直在鼓吹這個事情 更何況 我看有很多國內的上市上櫃的老闆 員工薪資不到六十萬 他領了董監酬勞一億多一億二 這有點誇張啊 那當然他該領的他的經營的成果 當然有一定的報酬那應該 但是假設你看員工薪資平均不到六十萬 那他的董監酬勞一二 我只是不願意講出哪一家公司啊 其實我覺得 我相信我這樣的想法 那提案的想法 跟大家做報告 請來委員 吳秉立委員還有哪一位委員要發言的 來國國委員第二位還有哪一位 他們先兩位 謝謝 我可以感受到我們提案委員的這個用心 那大概我自己個人的意見分成兩部分 就是說你可以公開揭示揭露的部分 這一部分如果監管會認為合理 因為之前的原條文的最後一項 基本上已經有大略的規定 如果影響不大 然後可以更加的這個透明化的部分 這個部分我是不反對 但是這個要讓金管會來做一些盤整 然後認為他可以做到 現階段可以做到什麼地步 第二個部分喔 就是關於這個限制倍數這個東西 雖然看起來就以他要拉高最低 這個企業的這個員工薪水的這樣子的角度來看 很有道理 可是另外一個角度來講喔 這個對於 某一個角度 大家思考看看啦 對於這個 整個資本市場的健全 也有可能有 產生有汗隔的地方 我舉個例子 現在台灣的IPO已經不好 那因為資本市場喔 可以選擇在不同的市場IPO 如果台灣的這個限制喔 是其他的市場沒有的狀況 那IPO的這個主事者 也就是這個企業的所有人 基本上他可以選擇不同的地方 去上市 上櫃 那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讓我們的IPO的市場 更加的這個不利啊 這一點可能是這個事情 會產生另外一個面向上 思考上必須要去注意到的地方 所以我是覺得 在這個部分 我認為 我個人的看法 要更尊重 這個金管會對全體的 對整個資本市場健全方面的思考 那當然我們知道 曾委員在金管會主委的任內 到現在都很用心啦 那他以前在金管會推不動的 現在也想要 或是說推還不太夠 他現在要進一步 但是也要體諒到 顧主委現在現實上 尽管為他現在的 現實的困難嘛 這一點是 這兩點是我的意見 請參考 謝謝 好 謝謝 我們現在會請郭國文委員 還有這位陳佳華委員 來 請 主席 針對本會委員 曾明中曾委員前主委的 這個提案內容 那個就這內容當中 基本上我個人是想說 這應該是俗稱的這個肥毛條款嘛 對不對 那其實員工的薪資的這個低性問題 我想大家都認為 那個全國國人的薪資過低 我想這是一個社會公司 當然也想盡辦法要去把它拉起來 但是有很多不同的政策工具 是不是用這種方式是可以的 恐怕大家可以來思考看看 因為一個公司的所得 之所以分配上也不只是股東跟員工 可能還有 不是 員工跟董監事還有股東嘛 那還有一些轉投資的錯誤所造成的結果 那就這些內容來看的話 一定程度的一個市場訊息的一個揭露 其實有助於建立那個整個市場的穩定性 跟這個信任的一個建立 但是就曾明中委員他所提的這些內容當中 我個人看起來 在既有的一個行政規範當中 就已經有揭露的事項當中 其實我是看不出來有需要到法治化 就是說如果金管會現行的一個相關規範 都已經有所揭露的話 是不是現有的揭露有問題 有造成錯誤 然後我們再來與法治化 如果說已經進行過程當中沒有問題 是不是按照這樣子來進行即可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部分 當然我也就現有的金管會所提的 這個縮帖當中的一個事項 一個揭露的一個內容 對趙於曾明中委員的揭露內容 其實相差無幾 唯一有一點不同的地方 可能是在所謂的這一定倍數的部分 還有特備總監事 那我看起來 我看這個一定倍數的部分 恐怕在相關金管會在計算上 恐怕是有自愛難行之處 有沒有可能把這個計算的一種限制 還有什麼都拿掉 就倍數的部分 納入現在的這個揭露事項當中 來進行處理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這是我個人的看法 好 謝謝第三位 陳嬌豪委員請 我先提一下就是說 所謂應揭露事項 那我過去有遇到一個情況 譬如說台電的讀董 或者是中鋼子公司的讀董 那他的身分呢 又是讀董 又是環保署 或者是經濟部的一些審查委員 那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之下 就是被質疑 就是有求援兼裁判 那我是建議就是說 在修正第二款這邊 就是也應該去揭露 就是他們的限制 現在的限制 那另外就是說 這個薪資報酬 是不是應該揭露 當然就是現在考量 我們在108年 整個上市公司 上市貴公司的鼓勵已經非常的高 1.44兆 那也創下歷史新高 所以這些董監事報酬 也節節上升 那國內的勞工低薪問題 卻沒有解決 我在30年前 我在畢業的時候的薪水 比現在的那個 這個相同學歷就是也差不多了 所以我是覺得說 現在的這個薪資的這個不合理 是很嚴重 很嚴重 所以我是支持就是說 在目前可能這個 公司董事酬勞跟員工平均年薪的差距 可能高達上百倍 所以為使員工公平共享公司收益果實 應該揭露個別董監事之酬勞 及員工薪資酬勞平均數中位數 且應該限制董事薪酬與員工薪資差距 應限於一定的倍數 使上市貴公司員工薪資合理化 使員工得以共享公司利潤成果 那使公司這個勞工可以共享公司利潤成果 我覺得在台灣現在是更重要 因為我們的年輕人現在 因為這個薪資很低 所以他們活得很辛苦 也不敢結婚 也不敢生小孩 甚至已經造成那個 國家安全的那個問題了 所以國安問題也披露出來 所以在這裡就是說 這些獨立董事或者是董監事 他們的薪酬已經非常的高 那揭露我覺得對台灣的整個那個 金融公平的那個建構 應該是會有幫助的 好 以上 謝謝 好 莊昭偉來 莊昭偉去 謝謝莊昭偉 其實我一直想聽 想聽我們那個 那個副主委這裡 就是說現在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法 是我們目前到底現在我們金管會這邊 不用透過說明 不用透過立法 那是不是以現狀來看的話 員工薪資資訊的透明化目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要求做的 會不會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 要目的在這個地方 那個如果說可以 以現在來看的話 整個員工的薪資資訊 說我都很透明 這樣我就會比較去 考驗到他的實意 那第二個就是說 每一間的公司 實在不同 你說台積電 跟三個吉他 說阿斯布魯的公司來比 那那個本來營運的 那個這個 每一家公司 獲利能力跟鎮營車的一定差很多 對不對 尤其是你想 現在 現在這波 平平平平平 你說有這樣的疫情 可是有的公司 他還是很厲害的 所以 是不是說 我們一定要 這個 去把這個 董事的薪資 酬勞 跟沒有營運 主管的 這個 全市員工的 薪資的酬勞 在這裡 那個差距一定有倍數 這個會不會這樣有一點 會不會 我 我曉得 這個 政委員的意思 不然在這裡 你都一律把他 用一個 同一個標準 也覺得 看起來 怪怪 怪怪 肥貓當然 讓人家討厭 可以了解 你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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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問題是 每一家公司 他總是有 他的一個差異化 有差異化 那所以 我相信 像這一種 不會只有台灣 的一般民眾 會感受到 應該是全世界 大家一定會 感受到 我們台灣 公司 怎麼會這樣賣 如果要賣 一定全世界 阿薩布魯也都一堆 所以我們要看 國際上 別人到底是怎樣 看別人怎樣 我們怎麼會 這樣也比較有 一個 但是這個提案委員 這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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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達到規範 要去匡證 這個我們可以 感受到 但是我會覺得 應該是把相關的 我們把它釐清清楚 我國際上 到底是怎樣 這個我們看看 國際上 如果有人這樣做 我們沒問題 沒問題看看 這是合理 不然你說你吃得肥肥 都像你們這些 這個也奇怪 但是呢 會碰到一個困難點 就像我講的 每一家公司 真的看起來就不一樣 所以這個 合理性在什麼地方 如果我們只創一創 之後 到時候 有時候 就 就 儘管會這邊 你說 你沒辦法達到什麼 國外目的 你不用創 我現在 我也可以整個新主 也可以很透明 以上 我 一個小小的意見 謝謝 還有 後面的告知 留言 請 原則上當然 我們是希望說 能夠揭露 但是我最近其實在 了解我們公股行庫的這些 包括我們所派出的董事長啊 等等的這個 讀懂的心智的時候 其實本身就遇到問題 因為都不提供啦 那如果說連我們自己 國會的立委要調閱資料都不提供的話 那如何能夠落實這個法令 應該先以身作折吧 所以我是覺得說 當然大家普遍認為我們公股行庫的薪資 這些董事長的薪資 是普遍比民間來的低 但是我覺得 因為畢竟還是納稅人的薪資 所以我是覺得說 公股行庫應該要率先做起 要揭露薪資 那對於說 如果說 跟員工薪資的落差之間 是不是應該有一定的倍數的話 那公股行庫能不能做得到 如果公股行庫都做不到 怎麼可能去要求民間 所以我覺得就這個部分 可能我們的金管會 或者是我們的財政部 就我們自己的部分 有沒有辦法做 應該要先說明 那當然這個利益是良善 但是實際上實行 確實是有一定的困難 但原則上我們都是贊成說 能夠揭露一部分的 這個高階的這些經理人以上的薪資 謝謝 我再請其他委員表示一件 以前我 我先 講一點 剛才我很訝異聽到高委員去調資料 調不到 這是我們的職權 基本上 如果他調不到 你可以寫個提案 經過委員會調 一定可以調得到 但是他會說 這是西密 請各位就 just for your eyes only 你只能看 不能夠把它release 你如果你release 你要負什麼責任 這個我們如果 委員會來行使 那這個主管單位 是不能夠拒絕的 基本上這樣 所以我們也調過 也調過這個 就是你剛剛提的 薪資的問題 有些人這樣 所以這個 應該 應該調得到 如果調不到 就偷委員會來調 那 那就是要給每個委員 他如果認為是機密 他就用一個機密的一個 我們都可以做機密的 一算的審查 怎麼會說 會調不到資料 沒有 這不應該存在 有這種現象 來 很低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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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當時 財政部定的 很低啦 各位你假設 調不到 部長在那裡 這怎麼會調不到 開什麼玩笑 你調不到我幫你調 剛剛啊 講了 講了 其實我剛開始也講了 欸 莊論雄講得有道理啊 假設說 最高倍數 你說國外沒有先例 那 其實執行上也沒有困難 分每個業比還定就好了 那假設有問題 那部分我不堅持 那我也尊重 剛剛 莊委員講的 欸 個別董監事的酬老 跟進來的薪酬 欸 這個在國外 二三十年了 都有 那這部分 是不是就可以來頂 謝謝 我提一下 剛才 特別是 各位你提到 說 我們現在已經有在做的 我跟你報告 我們 我們的 法制局 如果有機會你看到他一些報告 他常常有 就要做這樣建議說 這個是現在行政部門的行政命令在做 那這行政命令呢 換一個 主委可能又改了 他隨時可以改的 他如果定在法裡面就不能改了 欸 所以他有時候 法制局有時候也會 沒有錯 法制局有時候也會建議我們 說這個行政命令最好把它提高到法律位階啦 就是這樣啦 所以我們一般來講 我們一般 立委們的提案 這個 把行政命令改成法律是常常看到的 沒有 就已經在做了 不一定說不能提啦 好不好 不是主席我給你回應一下 我對理解你的意思 但是呢 我是覺得那個在信任的建立上 它有不同的階段 那早期你還沒提案之前 還沒有進入一個行政 行政那個命令的情況底下 它是屬於公司治理的範疇嘛 那你把它提升成市場的範疇 然後 政委員要提升黨 要法制國家介入的範疇 那只是我是覺得 現在你剛提沒多久 除非你的提法有問題嘛 你當初沒有一步到位嘛 否則的話 現階段在行政命令的情況底下 在市場的揭露 有一定的一個行政基礎 可以建立的情況底下 不一定要馬上到法制化 我的意思是這樣子 它揭露的狀況其實 就揭露的一個內容當中 相比較來看 我看它的比例來看的話 我為什麼會把一定的倍數 認為有需要納入這個原因 就是在各種不同的產業跟企業 它的差異性很大嘛 好 那我請問一下曾委員好了 那肥貓到底是多少肥 要吸多少油水才肥 如果說以肥貓條例來看 所以不同的產業 不同的企業是不一樣的嘛 你不能把每一個企業 訂成20公斤叫做肥貓 19公斤不算肥貓 類似這樣子 所以我是說 那個在一定的倍數跟比例 在行政機關來說 它很難訂定 我的看法是如此 那請 謝謝郭文雄的意見 所以我剛剛講 可以分不同業別 我剛剛舉例子嘛 他的員工薪資平均不到60萬 結果他董監事的酬勞 一、二、兩百倍 所以要揭露啊 對啊 都好啦 對對對 這個 你看 你看贊成揭露 就是這樣子啊 那我剛剛講 是不是讓金管會 你揭露的部分 可以改到什麼部分 你跟大家講一下嘛 那 對於你能夠接受的部分 如果大家還有意見的時候 再針對那個討論 不然這樣就沒有一個 來來來 等一下齁 剛才美國委員的提案 大概對揭露是 大家不會反對啦 直接不要把事物論題而已 第二個 我的意思是說 能夠到什麼程度 先讓他講一下 那我講完 所以我現在就說分兩部分 等於說你的第幾項 一、二、三、四 第五項 第五項的一、二、三、四款 大家意見比較少 第六款 倍數大家 第六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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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第六項 大家比較有意見 能不能第六項 假如我是建議說 為了讓這個 我們的討論能夠更加的有效率 那當然要請主委 那當然要請主委 也表示一件 讓我講完你 表示一件 就是 第六項 可不可以改成主決議 比如說建議他 暫時 就把它拿掉 你就不要 先不要法制法 這樣 把它改成主決議 主席 你這樣討論到沒有結論 不然你貴氣 你敢說 比較固貼 你敢不敢洗水肥 拿出來噴嚏一下 對不對 你說這個 你這樣到那裡會過 你這樣討論到沒有什麼 你就說要處理什麼 什麼人 好主委 來請主委 我說明一下 第一個就是說 揭露 這個是 金管會一直在 努力進行的方向 跟各位的意見差距不會甚遠 我剛剛已經講了嘛 就是說 我們對於全時員工應該要揭露 這已經在做了 那今年也要對於中位數也要揭露 只是說揭露在哪裡 因為現在 政委員提案是年度財務報告 那我們只是說明說 年度財務報告 沒有辦法 互合這麼多種的揭露 所以我們的揭露現在大部分做的是 在財務報表上面有一種揭露 另外一個年報 年報要做揭露 所以年報現在已經揭露到說 剛剛提到了 如果上市櫃公司 非主管全時員工的平均薪資 是第150萬的 要揭露個別的董監事的酬勞 那如果你有虧損的 前三年 你有曾經出現稅後虧損的 要個別揭露 那公司治理評鑑不佳的 也要個別揭露 所以大致上年報有個揭露 那另外 員工的這個部分 有的是揭露在這個公開資訊觀測站 有的是規管在年報上面 年報上面做揭露 那 所以我想揭露這個方向是可以的 那所以剛剛 我想各位的意見我們也聽到 那是不是有揭露的不乎 如果我們可以提一個對案就是說 我們看還是要授權我們 還是要授權我們 因為 然後來規範說 包括薪資報酬的政策 員工薪資還有董監事的酬勞 這樣子 那但是要怎麼去規劃 我跟各位講 如果你全體要求個別的董監事頭腦 一體都要全部的話 這個市場上會引起很大的問題 因為很多人都反映說 他們這樣個別的人生安全 你主管主管要不要給我保護一下 這第一個 第二個 剛剛一直在講肥貓肥貓 剛剛不是提到台積電嗎 台積電成為我國的這個 這個股市的富國深山 台積電的讀董 大家要不要去看 探究一下他的薪資是多少 那如果大家認為他是肥貓 可是很多人去買他的股票 外資特別青睞啊 對不對 那他的讀董的薪資相當高 而平均我們去調查過 平均的讀董的薪資其實是不高的 大概 大概是 上市有 因為 大概 好像很低 很低啊 60 我印象啦 我想 不到一百萬 不到一百萬 所以這個規模啊 差異甚大 上市規公司 有的上市規公司規模也不大 那像台積電 台積電他這個營收是不得了的 那你說你要限制他倍數 我請教一下 那這個倍數要怎麼定 他的讀董的薪資是 對不對 那你民營的金控 那他慣例上 為了要跟世界各國能夠比 他的讀董的薪資也很高 那我們公股 我們公股相對就低很多啊 那很多人是在批評說 我們公股的競爭力不夠啊 那民營的金控 相對來講 他就能夠付得起這樣的錢 所以我認為 這一個層次 個別薪資這個部分喔 個別董先生的酬勞 跟員工薪資的這個部分 其實某種程度 是我們會要求進行揭露 循序漸進的進行揭露 那我們要我們空間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說 某種程度 這是公司治理的事項 我不可以 我主管機關我去跟他說 對不起 台積電 你讀董的酬勞 跟這個員工 有一定的背書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會不會接到 張宿某的電話 還是誰的電話 謝謝剛剛顧主委的說明 其實我的提案 最後一項 委婉前項規令者主管機關 得令該公司負責人 公開說明理由 你看這個也沒有強制 也沒有法則 那 你要公開說明 公開說明 公開說明 那我要跟你報告 您剛剛講的 這個是公司治理 我當然知道 所以國外 也鼓勵他們公佈 鼓勵他們公佈 倍數 但是鼓勵的性質 你要哪一個國家 我可以拿給你 好不好 也鼓勵的性質 不是說國外就沒有了 那好 回到 所以那一下我就不堅持 那 剛剛 其實剛剛主委 您的說明我也尊重 但是你沒有講得很精確 那我比較 在意的是 要個別公佈 個別公佈 個別公佈 董事監察 你經營的薪資酬老 因為你剛剛講有啊 我也知道有啊 現在公開發行公司聯報 要應行自在事項準則裡面有講 你現在已經有公佈 但是你是因為 比如說 近三年有虧損啊 董事實持股不足啊 等等嘛 那我意思是說 您剛剛講的 說給你一段時間 那你的具體建議是什麼 因為這樣才有辦法聚焦 好 往下談 謝謝 我想我們 是不是就 提一個對岸 出來 那我們發給大家好了 好不好 好 因為不能強壓 那不是說有一些 大家這一步就這一步啦 對不對 那這是好事 那基金真的很很重 政委說這樣 他把你的整個 你嚇了很多阿姨 把他全部把他整佈 第六項 等於第六項不處理 第六項不處理 大家也有這公司 第六項不處理 因為那個 第六項可以改成主決議 你要改 你要提主決議 我們就尊重嘛 你看什麼建建議 什麼之類的 你要去死 就第六項拿掉 其他的 前面第五項裡面的 1234款 金管會把它整合成為 比較簡單的條文 這樣啦 他等於就有回應了啦 好不好 那就是不是按照金管會的建議修正通過 好 那我們就案子就這樣子處理掉 好啦 他 黑北在有限制耶 好啦 他決什麼 他還可以建勤啦 不一定要提限制嘛 建勤也可以啦 建勤研究也可以嘛 因為下一個等一下 是不是保安局要先處理好不好 他說他的 他有事情 他的那個 那個 立時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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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立時提案 他只是提 建勤研議啦 沒關係啦 研議沒有關係啦 什麼 等一下等一下 保險局我想 這金管會事情 全部給他處理完 他們要去 上盤了 我們就盡量給他方便 那那個歷史題目是保險局的 來 請 陳焦華委員提案 我想我們就已經有一個文字上的修正 那我們提出來是不是 剛剛也有跟陳委員溝通過 那是不是就按照我們修正 陳委員可以接受喔 我們你印了沒有 印了給大家沒有 印了喔 沒有 都沒有給我 沒有 那你 給大家好不好 念一下好了好不好 你先念一下 唸一下 唸一下 不不不不 我們醫生人員唸才算數 他才唸 剛剛唸過了是吧 修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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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陳焦華委員提案的 臨時提案 他儘管會有修正的對案 陳委員也同意了 所以請醫生人先讀一遍好不好 先讀一遍可以我們就通過了 這樣來 第四案的第二段 所以目前保險公司會公佈季報 仍見請金管會 研議於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 案記 會總 接後 保險公司禁止比例之可行性 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並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說明 宣讀完畢 第二段我在 剛才那個 第二段是 雖目前保險公司 會公佈季報 第二段是這樣子 剛才那次少唸了一個吧 我再講一遍喔 第二段這裡是 雖目前保險公司會公佈季報 人見請 後面就是按照他剛剛唸的這樣子 好不好 那就按照這個 修正通過 各位可以 來來來 再修一下 再修一下 人見請 研議於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公佈 公佈案記會總接入保險公司禁止比例 這可行性不要 這可行性不要 就是前面觀測站後面公佈 這可行性不要了 可以啦 因為後面已經是公開資訊觀測站揭露 這個就是一個公佈 公佈 那可行性不要 可行性不要 可行性不要 可以啦 就是 人見請監獄 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案記會總 揭露保險公司禁止比例 這樣就可以了 這嚴厲 不要那麼緊張好不好 嚴厲的 不要那麼緊張 會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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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監獄會的部分就結束了齁 我們現在就請財政部過來 谢谢大家 這次提案是按照軍管會的修正案 然後倒數第二行的資格行信案四個字化掉 就通過了這樣 OK 好我們現在處理海關稅者條例 來 請 這個 零件進口要降官順這個 事實上我們第九屆立委 當時賴委員曾委員跟我都是第九屆立法委員還有江委員 其實我們那個不是只有在委員會 在院會 有一個政黨協商的決議 那個決議 所以大概就是經濟部這次報告的第二頁這一部分 他是說 跟國瑞跟玉龍跟中華跟本田跟山陽工業納智傑 這個齁 基本上他們要具體白紙黑字跟我們講說他要降多少價然後要如何保障員工 有了這個東西我們還請經濟部去跟這些車廠協商拿出具體承諾的簽名的喔 我們才同意他降關稅 那事實上現在有這個決議 之後經濟部工業局也有去跟他們會過 問題是他們現在都是口頭承諾 喔說會啦我這個配備的地方 我們會怎樣保護員工沒有拿出具體白紙黑字的決議 所以我是建議說因為我們要尊重第九屆立法委員政黨協商的結論 那個比委員會的位階還要高嘛 那畢竟是院的位吧 所以我是覺得今天應該還是要照那個決議 來處理這個事情不適宜馬上去改這個東西 好 謝謝 這個現在同時喔 提案委員費鴻太委員他還有一個修正動議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個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 好我們是不是請財政部先表示意見 再過來請經濟部表示意見好不好 來請 好 謝謝 我基本上的那個對此案的那個立場 跟那個吳秉諾委員的態度是相同 如果沒有具體的這一種那個白紙黑字的話 只有口頭承諾的話我是覺得不宜變動 那另外當然裡頭這開放這九項的零組件關稅當中 我想去救教工業局的部分 因為這個在中南部的有一些汽車零組件的廠商非常多 但是他們經常有提出另一個說法 就是說有關於這個所謂的專利權的部分 限制了這個那個他們原來在地的這些廠商的一些權益 以至於說都變成這些進口零組件 那取得比較多市場的占有率的優勢 這個部分恐怕你在這進口這個部分 也要考量在本地的這些零組件的這個業者的權益上 是否有所衝擊 這也請你隨便一下 好我們就請財政部表示意見來請 部長 主席還有各位委員 那剛才我想剛才整個提案的這個部分 兩位委員都有說明過 基本上財政部的立場還是尊重大運 最後的黨團協商的這個決議 這一部分來做 另外一點就是因為會委員這邊有一個 臨時修正動議這個部分 因為他這個提案是去年的提案 是跟去年一樣 對 但是去年的稅率 那今年的稅率又不一樣 去年過了沒有 沒有過 所以我想署長來說明 主席我報告一下 就是針對財委員的臨時修正動議 他的我們是第二欄的稅率 因為是去年的提案 所以那個稅率是去年的稅率 那今年第二欄稅率有動 等於是去年沒有過 重新提一次 所以是修正把第二欄稅率更新為現在的稅率 這是正確的 修正動議是新的 那原來的提案是舊的 上屆的 因為第二欄稅率有動 今天有動到 所以必須在 那差在哪裡要不要說明一下 差差比多少 其實 因為他只有九項而已 你不能跟我們說一下 差多少 第二欄稅率改的部分是 稅率跟沒有動 舉一個例子 像那個 瓜地馬拉 瓜地馬拉在今年就變為免稅了 舉一個例子 瓜地馬拉在對 跟瓜地馬拉的自由貿易協定 其實在今年 在那個項稅號是今年要降為免稅 所以必須依照今年的稅率來提 那個就會休 呃 舉 呃 稅號 因為 跟委員報告 第二欄的稅率 是我們跟自由貿易 簽有自由貿易協定 國家適用的稅率 那因為在不同的自由貿易協定 他每一年都有降稅的情形 那因為這個委員提案 第一欄沒動 第一欄沒有動 好 那但是因為草案必須依照現行的稅率來提 那因為第二欄的稅率在今年有動 所以我們只是把它更新到現行的一個稅率 我 我要說一遍喔 非委員的提案修正動議 其實主要的是 主要是在後面 是現行的部分 把他可能就是 按照今年的把它改一下而已 重要是 他要改的是第一欄 第一欄是跟提案是一樣的 他第一欄 就是各位要看他的 第一欄就看兩份喔 不要看錯了喔 他的修正動議 就是現在在提的修正動議 是跟他原來提案是一樣的 這沒有矛盾沒有衝突 他只是把 這就是 大概是原來的現行稅率啊 沒有把它寫清楚 他大概叫助理發現的 把它從今調過而已 讓這個法案更完整 來請我們蘇部長先表示意見 剛才主席講的沒錯 因為我們第二欄是跟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我們DA國之間的稅率啦 那今年已經 第二欄的稅率已經調整了 但是非委員在提修正的時候 沒有把第二欄的稅率做一個修正 對對齁 所以這樣子修正案裡面 就有這樣一個一個 一個一個修正的措施這樣 沒有現在重用是你們贊不贊成 贊不贊成 你們贊成 修正動議 修正動議贊成 修正動議贊成 好 那個工業局最部分也請表示意見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那經濟部工業局就 這個產業端跟各位委員報告一下 那有關零組件降關稅的部分 我們經濟部會尊重大院 然後也掌團協商的一個決議 然後也持續往這個方向再努力 後續我們持續跟工會溝通 那也跟各位報告 我們跟車廠這一邊已經聯絡了 他們對於這個保障就業加薪的部分 他們會做已經有口頭承諾 那也會來努力 那在於消費 那如果這不可以 是我聽懂 然後在有關降價回饋到消費者的部分 這邊有一個情況跟各位委員報告 因為車廠是把車子賣給經銷商 所以這中間有一點事情 他們必須要去做處理 所以他們這一塊 要做承諾 必須要有一點時間去做溝通 跟這個努力 那我們會依照陶業黨的 沒有這樣子 這個案子如果要通過 就有個彈書 這個彈書就是 廠商要拒絕 拒絕 具體的結論的結 拒絕 承諾 兩件事情 第一個 這個 降低成本 全數 這後面 後面你們寫的這些 你們自己寫的 經濟不自己寫的 這些漏漏洞 這個 絕對 降低成本 全數拿出來 額外加碼 提供促優惠 安全配備 升級 加碼 折扣 回饋消費者 簡單來講 回饋消費者 以及保障員工的工作權 這兩個 就回歸消費者 保障員工的工作權 保障員工的工作權 這個要具體寫下去 好不好 這個彈書 他們有這個具體承諾了 我們這個案子在生效 這樣是不是回答無問的 所以說 讓他們去努力 因為 你這裡面還有很多的這種 其實不是法律民定的這些定義 我舉一個例子 他說絕對會降低成本全數拿來做 額外加碼 提供促銷優惠 安全配備升級 加碼折扣之做法回饋消費者 這個裡面充滿的不確定的概念 要在售價以及保障 售價降低回饋消費者 以及要保障勞工權利 這樣我們才同意啊 不然他現在就講說 我現在再給你加一個什麼配備啊 我現在給你怎麼 我售價的時候 我可能我的折扣額度可能可以加大 我本來可以打 九八折 我現在可以打到九六折 但他到底要不給你那個折扣 還是他最後銷售的策略在決定的 所以我們以前講的這很清楚喔 售價上要回饋消費者 勞工的權益要受到保障 而不是講這樣子 講這個樣子 他將來還有很多迴旋的空間 你知道嗎 他有很多可以 閃閃閃閃閃的事情可以做 所以這點也是我們煩惱的啦 好 那個中委員完畢以後 就是高嘉優委員 再高嘉優委員 是啦 這個看起來更有堅持啦 但問題就是說 要把這個稅子給降低啊 那確實你 你廠商這個地方啊 沒有一個白紙黑字啊 來做一個說服的一個動作 不然大家嘴巴說一下 嘴巴說一下 嘴巴說一下 然後再收一下 收一下之後 我們要怎麼變豬頭 我們這樣做土利的 這也不對啊 所以啊 剛剛經濟部分既然有提到說 公務員那邊有這樣的一個具體的一個重量 不然就 等你那邊做黑字來 大家可以再來表達一個意見啦 是是可以出力嗎 是啦 我覺得這樣比較有意思啦 比較有這個意思 不然你只要用說的這樣 這個我 我們才來記錄了 好 到這裡的委員 你也要讓財政委員會 大家來看一下 說你那邊提出來的數據 到底是怎麼樣 我們 我們這裡可以說 你這樣隨後 你說要怎麼 大家 財政委員這裡 大家委員 不得到這裡也都很關心嘛 你說成六九對 那消費價到底是可以 那叫做弘利嘛 提供你降下來以後 你消費者總是要一點弘利嘛 那包括你像比如說 從業人員 他的這種 他工作權的一個保障 這個也都很合理嘛 那這也不是今天第一次提出來 那你本地 你底下 我們當然沒有理會 委員會 可是這樣聽起來是合理的啊 你當初就有這樣的一個 具體承諾的話 為什麼到現在 很多法案都推出來了 都沒看到這個東西 這樣子啊 人為我一定感覺 要蒙混這樣過去的一個感覺 這感覺不好啦 好不好 有道理的 可以支持的 我們盡力來支持 可是你具體承諾 我們都沒看到 要怎麼幫你盡力 好不好 下一位請教授議員 好謝謝喔 因為我們都知道說 國產車銷量下滑 跟生產成本的關聯性 比較低啦 所以在這個提案裡面提到說 要降低我國的 組裝成本來刺激 汽車銷量成長 這兩個是沒有正相關的 那他在降這個刺激 銷量成長 才會因此來增加生產徵聘員工 所以有很多的大前提 那如果說我們降低了這些 關稅的這個零件的進口的這個 稅率之後 他的銷量沒有增加 那是不是相較之下 就沒有辦法徵聘員工 就沒有辦法達到我們的目的 那所以這個問題又回到了原本了 就是我們降了稅之後 但是這個生產成本降低 但是沒有反應在他的銷量上 所以如果真的要反應在銷量上 就是要降低我國的汽機車的貨物稅 這也是長期來大家認為說 比較公平的方式 而且我們的貨物稅 從民國五十七年到現在 完全都沒有調整過 是不是有調整的空間 我覺得財政部跟經濟部 一併的去思考 我相信經濟部也不會反對啦 如果你真的要去刺激 汽車的銷量或機車銷量 應該是要降低貨物稅 那另外當然我們也一直爭取說 這個進口的這個 汽機車的關稅也能夠調降 我們也希望財政部能夠思考 那當然今天我們也有臨時提案 就是希望說這個部分 如果真的要降低這個 汽車的這個進口零件的關稅 也必須要取得降價及回饋方案 在這個之前不應該冒冷的降價 就這個部分我覺得 還要更審慎的去思考說 到底這個生產成本的降低 有沒有辦法真的刺激銷量 跟回饋給消費者 這個是今天的這個關鍵 也希望財政部跟經濟部 在做這個部分 做一個具體的說明跟這個檢討報告 好我們現在會請江永昌委員 發言之後有林淑英委員 我是這樣想 上屆提出如果說上一屆有共識 可是這一屆又重新再提案 那如果說行政院 你真的還有其他的意見的話 那這一次的提案 行政院再把自己的意思再講出來 大家再來謀取這一次的共識 本來就可以重新再討論 這是重新提案了 我是這樣講 那現在大家就是要針對問題 如果針對整體吃魚車的銷售價格的話 那你是要對於進口車跟國產車 全部一起看還是要拆開看 那影響最大的又是貨物稅 你敢在貨物稅裡面去做進口全車跟 跟國產車我們這邊進口組件 來做為這個組裝的這個稅的差別 你敢在那邊訂嗎 那是另外一個課題了 我們現在所針對的是其他的國家 也一樣在做一個事情是 全車進口的稅率 比較高的稅率 個別零組件在自己國內 沒有辦法生產的 我們是進口這個零組件 來對我們自己的組裝廠 組裝廠裡面有很多員工 我們大家就看到數據了 現在我們國產車 大家說我們那個市場佔比 越來越少已經輸給這個進口車 不只這樣 他整體的銷售量數字也下跌 那一定立刻就影響到這個產業裡面 就業裡面的人 我們要幫忙的是哪些人 我們考量的是什麼 那一部車的購買意願 這個大家都研究很多了 如果是說講價格價格 價格排在第五項 前面還有什麼 就除了品牌以外 有包括性能 車內的空間 省油 後面的服務 整體很多的項目 配備 這些都有的都列在價格 會為這個消費者購買車的這個 意願有沒有 還比這個價格還要強烈 所以我們現在如果說 跟其他有些國家一樣 我們沒有產自的這些零組件的稅率 跟全車進口的這種進口車的稅率 有差別的話 可以讓他們有一點點增加競爭力 而他這個競爭力 他要放在什麼樣的地方 大家都會承諾 蕩下來的成本雖然不多 也能夠回饋消費者 但他給他有他活用的一個方式嘛 真的一定要講說降稅就要降價格 那我倒要問一下 這做完稅勢支出之後 還增加我們的稅收 不是減少稅收 那如果真的考量這一點的話 那我們來去做一個 另外一種的一個手段說 這個什麼 稅率調過之後 稅勢支出 政府還少收的 那不是我們對大家更有利 做完稅勢支出 居然降了稅率 稅收還增加 所以如果真的是考量問題的話 就是說不一定拘泥在 要去承諾一個本土 這個國產車的價格 而是讓我們多一點的空間 給他在其他的 能夠掌握一點點的這種 競爭的人力去調整 以上 沒有他這個是 經濟部的縮體是 並沒有說要降車價 沒有啦 是要回饋消費者 跟保障工作權 回饋消費者 一些的話 剛剛公司就卡在說 一定要所有的業者 他的回饋 要寫在是降價 沒有 沒有寫降價吧 我的意思就是說 不應該只有所在 降低價格 只要成本能夠回饋 提高競爭力 這樣才是對的 好 下一位林主委委員 請發言 我的這個意見很簡單 就是既然它是一個 在去年就已經討論過的案子 包括不論是價格的回饋 或者是對於員工的回饋 又或者是在其他部分 這照理說就是應該要有一個 具體的報告跟方案出來 而不是今天要求立法院 給予一個 空白先從降稅這裡 給予他們一個優惠 我想這樣子 全體國人在看我們 給予這個法案過關的時候 他會覺得說 那立法院沒有獲得相對的 這個要求之後 我們就給予了這樣的降價的時候 大家會認為 那這樣的降價是不是必要 因為這已經有一段時間了 所以我這裡就是認為 還是要有具體的方案進來 那我也贊成江永昌委員的說法 就是不一定是價格 但是你要有其他部分 能夠說服立法院 謝謝 那個我跟其他委員大報告一下 有時候法案不過 不是因為怎麼樣 是因為那個時間上 有時候排不上 這個東西是 很多原因法案不是不好 是說剛好卡在一個什麼事情 台銘什麼之類的 剛好就沒有過 很難講 好我們正面中委員 發言完畢後 陳淑教委 好謝謝 陳教委 其實今天經濟部的書面報告裡面 寫得很清楚 最後一頁 他說本部已經跟國產車業者 就降低稅者 需反應於價格回饋消費者之議題 進行討論國內汽車 育龍汽車 中華汽車等等 他們都表示 絕對會將降低成本全數拿出來 並且會額外加碼 以提供互銷優惠 安全配備升級等等 我相信經濟部敢在這個書面上做這樣的說明 我相信經濟部回去之後 也會督導這些業者來落實執行 所以我的建議假設能夠可能的話 能夠處理的話 儘快處理 謝謝 經濟部要不要再表示一下意見 要抱歉 陳教委先發言完畢後經濟部 我想這個案子就是 我也支持就是 這個降稅的這個 所得的這個禁止要反應在老公身上 所以這個部分我也是這樣 謝謝 好經濟部再補充說明一下 我很快的做一個回應 那一開始郭國文委員有談到 針對南部有一些車廠 他的零組件有一些專利的問題 的確因為過去我們在零組件的部分 在所謂的aftermarket 也就是市場後服務的那一塊 做得很有能量 那以至於讓國外的一些大廠看到說 這一塊是不是他們要做一些處理 那的確有這個議題在 尤其是在美國市場 那我們會跟客量公會這邊 一起來面對這個課題 因為它牽涉到 那個牡場要不要授權檢 aftermarket這些零組件 怎麼樣是認證是它這個 統一使用的零件 有一些課題要處理 這個是大概的現在的樣貌 我這樣子好不好 我做一個 因為我看行政部門基本是支持的 現在差一個廠商的具體承諾 所以我能不過這這樣子 因為畢竟這案子從第九接到現在 我們趕快能夠把它處理掉 處理掉了 那是不是可以給他 我也比較通過了 就送出委員會了 協商好不好 協商的時間 協商的時間 先就等他們把距離承諾書拿來 好不好 他們承諾書拿來 我們看到承諾書 大家再來review 大家再來 不要放這裡啦 就這樣子 不要不要 你那 你這麼多人跟你們支持 你們先到現在今天拿出來 大家要跟你們說 不然你們也八卦黑牙拿來看看 其實是有困難嗎 因為大家要這個 紙本的文件的確 工會跟車廠都還沒有做溝通好 就對了 對 你們說過了 到時候還沒辦法 這個我有疑慮 那不及其他有什麼問題 我覺得你們這很奇怪 我覺得這很奇怪 阿總委員是在後面的討論嗎 不要啦 不要緊張去 沒有啦 這個總委員 我的意思跟你沒有出路啊 我只是沒有通過啊 是說我把它送出去 我們去炒海信商 也是我們要討論的 不是我爛啦 錢在我們手上你不在用位喔 我們要炒野協商嘛 現在找時間再來開會 一樣的意思啊 就是 今天並沒有通過 沒有講這兩個字喔 我沒有 我說我整個案子 送炒野協商 這樣 這樣 我們協商還是這些人 我們協商一定還是我當招計人 那我找時間 等到他承諾書拿來呢 他承諾書不拿來我就不處理了 這個案子送不出去了 一樣要請大家都來參加 大家都同意了 我們才有辦法說 再往前走 因為行政部門他們是要的 我們現在是尊重 這是行政部門要這個東西 那這差一個承諾書 所以我才說 我們就給這個案子 離開委員會 往前走一步 那這一小步 這一小小步而已 是炒野協商 炒野協商 參加的成員 就是在座各位財政委員會的委員 來炒野協商 他並沒有送到運會 不是院長主持 還是我主持 沒有沒有沒有 不是這樣 我對這個意見沒有 我跟委員會說明就是說 你譬如說 你們在上一次裡面 大家有這麼具體的討論 是怎麼搞定 東西拿不出來 是不是說 你們所承諾完以後 降稅以後 你說 你們公會他要提供什麼 你整個經濟部 才說你降稅之後 你到底 你股貸的授意 到底是怎麼 你說 只要回饋 回饋的內容 到底是怎麼 我要去保障 萬港的 工作團的部分 內容到底是怎麼 你只要說 好好好 要通過大家也說好 就是說 立法院這邊 也去感受到說 這樣子對業者 它是有一個幫助 但問題是說 你要來說服這個過程裡面 你那個 比較具體的 你講那個 我覺得那時候會抽象 我們現在 這樣好不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好了 好不好 那個經濟部 財政部長官就跟 相關有意見的委員 好好說明一下吧 因為 我是在黑黨 我不是執政黨 現在是政府要的 政府要這個東西了 只是差一個 你們怎麼去討論一下 好不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不好 不是行政部門 不是行政部門 基本上是統領 經濟部 特別經濟部 好不好 我們休息十分鐘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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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析 好 因為有像以後 沒有牽操到 跟台本子的 靈建主商的競爭 他是全台灣不能生產 有 有 跟委員報告 國內都沒有生產我們的對面策略 就是這樣到底 剛剛有生產的就降到一份 這個部分是有做過的 有溝通過的 譬如說音響的部分我們就降到 局部降而已 局部降而已 最多的部分是這樣子 好啦 那個專利我看我們改天再講 你們專利我們有拿的 你再一文貨給我一文貨 我一文貨給你 好啊好啊 專利的意義 主要是美國那邊 我們有一些人被告過 被關過嘛 那個表本那個影響真的很大 是 是 不要啦 這問題啦 交易商公司也可以 不過人家都... 以前都沒有... 都沒有爭議 你怎麼會啊 你怎麼會啊 你怎麼會動呢 你怎麼會動呢 沒問題 我怎麼會動呢 我怎麼會動呢 你怎麼會動呢 我怎麼會動呢 我怎麼會動呢 說甚麼 你怎麼會動呢 你怎麼會動呢 還會動呢 我覺得它們沒有召喚 真的跟他們動招待 明天就不夠了 你怎麼會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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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怎麼會動呢 中間的石頭 歡迎收看 星期間 再有陳人,我都被他做了,你不能協家嗎? 我們每年都不想做,這不能占的啦 這不能占的人呢,你不能占人 你這樣會不會占人 神聖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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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聖三方 主席 他沒有說不願,他就說那幫忙就有什麼問題, 所以我就說那我用,就讓他跟他, 那董事長,我自己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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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董事長,我geh 好 謝謝喔 感謝總委 現在我們這樣子因為經濟部我想這個案子 我們就給他出委員會 然後我們要超委協商 超委協商還是我來當早期的 等一下讓我講完 江永昌委員也有極類似的提案 等到江委員的提案進來之後我們再處理 然後他們還要承諾書 我們才處理沒有承諾書 江委員的案子沒有進來以前我們不處理 就這樣子好不好 做這樣決議可以吧 這一點還是要說服莊委員 莊委員剛剛已經講得很清楚了 說還是要在原委員會頭做行討論 等到書面的資料再討論 我跟妳報告 妳不要聽一個藝術一個項目 這樣妳就唸下去了 這樣比較好意思 我們才會習慣再有真理的案子 我跟妳報告一下 我們才會 我在這裡這麼久的時間 我們再有真理案子 我們盡可能就讓他出去 除了這個案子就不要了 這就是再有真理的 我們都是給他出去 出去以後在超委協商 很多案子出去以後也是不會過 所以並沒有放掉也並沒有通過 沒有這樣子啦 對 超級議員不一定通過 所以超級議長還是我當主席 大家要表示意見 我們就有兩個東西 一個要等將永昌委員提案進來 第二個等經濟部的承諾書都拿到了 我們才審 否則的話就一直擺著嘛 他不進來就不審了 就這樣子而已 好 進一步來 進一步來 是 主席各位委員大家好 謝謝大家對這個案子 台灣庇後庇員講話 謝謝大家對這個案子的關心 那整個案子我看還是 症結點在我們跟公會的這個承諾 那我們會趕快繼續加速來做處理 趕快把這個承諾拿出來 那按照程序我們拿到承諾之後 事實上還要送財政部的財政審議委員會 他去做一個關稅稅立的 這個程序還是要做處理的 所以讓我們把這個程序走 好 再來請負委員表示意見 請負委員 我在利用這個機會跟委員會報告 這案子在去年差不多這個時候 公會就一直找柯建民 這個總召他們的民進黨團 也找到也找到我 有鑒於我們國產車 的銷售的比例啊 越來越低 去年的時候還是略高一點 比進口車 到今年我看到已經 進口車超過了 國內的生產車 國內生產車馬上就代表了一個問題 這什麼問題呢 那勢必很多的勞工的朋友 以及上中下游啊 很多人也就是因此而沒有工作 我據我所了解 工會也有去拜託 這個這個民進黨的黨團 這個問題其實就很簡單 尤其是現在碰到 這個新冠肺炎的這個時候 銷售量不管進口本土生產的 三個都大將 在這個時候 勢必會有很多的車廠 在台灣不管是組裝生產的車廠 他們就業機會就受到了挑戰 所以至於各個委員表達什麼意思 要求經濟部或財政部要怎麼樣 我都沒有意見 你可以表達 但是社會大眾的一種事情 你也需要考量一下 這是這個新冠病毒 再加上本土車子的生產的減少 這個雪上加霜 大家也要體諒一下 工會他們所代表那些 老公朋友的那些心聲 至於要登對有人提 要登對進口車子的貨物稅也下降 我也沒意見 但是同樣的一樣的標準 他們進口車輛現在已經超過了 這個本土生產的汽車 他們要降貨物稅 一樣的要回饋消費者 也一樣的 對進口車商而言 主要玻璃的是兩種人 一個是進口的車商 第二個就是銷售的Sales 所以他們也必須得要回饋這個消費者 我覺得這是我當民意代表的一個宗旨 絕不圖利任何特定對象 但是我們要照顧弱勢的朋友 報告完成 好謝謝 也就是謝謝各位 謝謝所有的委員 因為我就是 重述我們過去財委會的 等於是在這裡幾乎很少表決的 我們的慣例就是 再有爭議我們就是給他往前走 就出門 那這樣的案子很多也是 就財委想卡住了也過不了 真的大家有意見 那時候堅持都還來得及啦 那就是我做一個就是讓他出去 然後就是等於全案送朝委協商 全案送朝委協商 然後經濟部 經濟部一定要把回歸的各廠商的承諾書拿到 以及江永山委員的案子進來之後 我們才會重啟這個朝委協商 在這個之前我們不動 就這樣子好不好 就這樣結論 就是說 你現在那個教委的意思就是說 經濟部這個東西 拿出來才有協商 這樣就對了 我已經這樣寫下來就記錄下來了 這樣你們可以接受嗎 沒有啦 我意見是這樣啦 教委 這剛才大家在講到 大家都有一個碼五歲 你像譬如說 蔡宏太委員他剛談的這一些 我是可以認同的 你說要怎麼對整個 車廂的 我們國產的這個 要怎麼帶一個發展 你說 一個發展政府也有稅收 蔡政博家他們也不反對 但是我的意思就這麼簡單 我的意思就是說 紀元有辦法去講那久 講到公會講得好 為什麼就知道今天要發展 這個東西 如果大家都沒問 晚上就大家準就過了 你們上次就有了 說我這次就 我是心中而已 我也問你經濟部 我說有說好嗎 你說有說好 我說有說好 我就是要白座 如果這樣我請問 我才有簽對李太事保 我才有簽對什麼 你那個佛宏太委員 我才有簽對什麼 鄭明宗委員 所以你剛才跟我說 好 如果這樣 以及你裝會上的案 你要怎麼就怎麼 好啊 沒有來啊 這麼簡單啊 就這麼簡單啊 不要再誤會了 大家不是去哪 你這樣說這個 我也是希望 可以把大家倒下手 這個案子有充到東牌 這個案子沒有黨派咧 我看江永川委員 他也是贊成的咧 我也沒有聽到過 我問他反對咧 你們有聽到我反對嗎 我也沒有反對咧 所以我是希望 你經濟部署 你要是要去拿那些白座 給你錢拿出來 不然我會覺得啦 在上個會期沒有過 那這個會期 本來你 當有一個共識的時候 那你都來講 這個案子是合理的 跟進行政部門來 哪有在立法 我還沒有聽到人家反對咧 是參議員說你骨折的性 都要拿出來咧 這個叫三營咧 可是三營的東西 反而我沒看到的是說 那是大家都在緊張 在緊張 在緊張 你拿出來 你說萬一 你說要緊 要緊好嗎 你起來 你是怕我反對嗎 我拿你信 沒關係啊 我說這樣有夠骨折嗎 所以哪一個地方在反對 你說什麼 如果表達一個意見的 跟行政部門 表達意見的算法 我們壓倒在消毒 那是空虛喔 經濟部表示一下 謝謝各位委員 那我們經濟部 已經在3月30號 正式發文給測量工會 請他們趕快把承諾拿出來 這個我們有在動作 也跟各位做報告 謝謝 這樣子來我唸一遍 再各位委員聽一聽好不好 這個案子保留 基本上大家就接受了嘛 這個案子保留 送 院會草野協商 就這樣子 好不好 這案子保留送 院會草野協商 主持人 院會基本上就是我 我來先處理 我處理完了不能處理了 才送來院長 基本上這樣子 但是加兩個彈書 加兩個彈書 江永永常委員的案子 沒有進來之前 以及 經濟部廠商對經濟部答應的承諾書 沒有看到以前 不審 我叫這樣 好 好 就這樣子 大家非常感謝大家的體諒 好 我們有個臨時提案 這個高價有緣的提案 那麼相關部門已經有把它改了 各位拿到電影片好不好 那個請我們醫師的念一遍 稍等一下我們念一遍給大家聽 我沒有 修了部分 修了部分 第一案修正 第一段最後一句 見請經濟部與財政部 財政部發跳了嗎 沒有沒有 見請經濟部與財政部演義 調降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然後第二段 等一下第一案 現在這是宣讀要再討論 臨時提案 先討論 先討論 第一案 我建議 進口商的貨物稅 也要寫出來回饋 消費者 好不好 先給他念完吧 他要是行政部門的意見 念完人在家 等一下 等一下 第三段的最後一句 建請經濟部與財政部研議 調降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宣讀完畢 他在第二段這裡 在取得降價並回饋方案 第二段 錢不應 雖然 降低 進口零件 進口零件 關稅 進口零件關稅 這個 這個 這個剛才意思一樣的 已經我們一樣 你講這是說明的部分 是吧 說明的第一段還是第二段 第二段 第二段 手寫的文字 可不可以文字 讓我們參考一下 好不好 那個按鈕部分是 此外建請經濟部及財政部 原意調整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就這樣子 結束了 這個沒有 底下都是說明的 底下說明的 沒有這個回饋給消費者 那你家嘛 你家 你看家哪裡 好不好 這邊 說明的第二段 對進口車子 你要如果調降他的貨物稅 等等 是可以討論的 關稅貨物稅 但是 也要 一定要寫上 來 回饋給消費者 好 建請經濟部 不是幫進口商在賺錢 對 對台灣的產業沒有幫助的 來來來 建請最後 建請經濟部與財政部 原意調降 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以及回饋消費及保障 回饋消費者 員工 對工作 好不好 這些 進口車沒有員工 進口車沒有員工 進口車有員工 沒有 消費會害一些人 有了有了 還是有 消費者 進口車主要是針對消費者 最後 最後 原意調降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以及 回饋消費者 以及降價回饋消費者 回饋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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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及保障勞工工作權 這樣 這是說明還好了 這是說明的 好吧 我們就這樣子 OK 沒有了 還有兩個 第二是成交法我嚴的 他有修正 我們 在 本文裡面 第一段的倒數第二行開始 首次進口海外包裹 將收到 黃牌警告 改成通知補認證 第二次將不受禮報關 是這樣子 好不好 然後後面說明 這個 這個 建請官務署 後面這裡是通知補認證 或不受禮報關 是以 然後第三點 優化電子商務通關平台 網頁使用介面 讓更多用戶方便使用 第四點 加一個 於一個月內提出書面報告回覆 好 我們通過 好 還有啊 這麼多 來 現在第幾個案子 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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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案是成交法問題的 在第三段 南澳以目前 請信託法移證稅頓號所得稅 頓號所得稅 我沒有這個 印一下好不好 各位印一下 然後最後一行 內提出稅法修正方案 這樣子 來 好 第三案 有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我們就照修正通過 這財政部修正的 來 第四 第四段 已經處理好 好 我們就 我們上來處理了 來 謝謝 向委員會報告 我們協商完成 請議事人員 宣讀協商結論 宣讀協商結論 有關 海關進口稅者部分稅者修正草案 協商結果 保留 宋宴會朝野黨團協商 有關 證件交易法第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 照提案修正第五項如下 股票已在證券交易所上市 或以證券櫃買賣中心 上櫃買賣之公司 依第二項規定編制年度財務報告時 依另一主管機關規定揭露公司 薪資報酬政策 前提員工平均薪資及調整情形 董事及監察人之酬金等相關資訊 第六項第七項不宜鎮定 其以招案通過 先讀臨時提案 學商結果 第一項修正 修正 第二項 最後一項 建請這邊開始 建請經濟部 以財政部 研議調降 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第三段 第一段 最後一項修正 建請經濟部以財政部 研議調降 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以及回饋消費者及保障勞工工作權 說明的第二段 最後一項修正為 建請經濟部以財政部 研議調降 研議調降 整車關稅及貨物稅 以及回饋消費者及保障勞工工作權 其以招案通過 第二項修正如下 第一段 第三項 首次進口 這裡開始修正為 首次進口 海外包裹 將收到通知 補認證 第二次 將不受理報關 第三段 這邊 嚴請財政部 官務署這裡的 一 第二季 開始被海關這裡 修正為 被海關通知補認證 或不受理報關 事宜 請官務署滾動式檢討 三 修正為 優化電子商務 通關平台 網頁使用介面 讓更多用戶方便使用 其以招案通過 第三項 修正如下 第三段 遺產與正義稅 再來頓點 加首得稅 然後 最後一行 就是 最後第二行 以三個月這邊開始 以三個月內提出 稅法修正方案 其以招案通過 明時提案第四案 修正 修正 修正如下 將第二段 雖目前這一段 修正為 雖目前保險公司會公佈季報 仍 建請金管會 研議 以保險業公開資訊觀測站 案記匯總揭露 保險公司禁止比例 以保障投資人權益 並以一個月內提出書面說明 其以招案通過 先讀完畢 好 向委員會報告 對於協商結論有意 沒有意義 我們照協商結論通過 那麼針對本日的討論事項 做如下之決議 第一個 所得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等罷案 等一下宣讀完以後 另一則請繼續登場 等一下宣讀完 我們條文宣讀完就是 所得稅法 我們會 等到等一下宣讀完畢以後 宣讀所得稅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令則期繼續審查 法官海 海關進口稅者 部分稅者修正草案 全案保留 你據審查報告 報請運會討論 運會討論以前 需交由大團協商 運會討論的時候 有本席補充說明 請 政交法第十四條 條文修正草案 全案審查文 均 你據審查報告 提報運會討論 運會討論 運會討論以前 不需要 交由黨團協商 運會討論的時候 有本席補充說明 請問各位對以上 決議有意義 沒有意義我們就通過 現在請 宣讀所得稅法 部門條文修正草案 宣讀完畢之後 我們就上會 謝謝 宣讀一本院委員 邱志偉等19人 你據所得稅法第四條 及第十條條文修正草案 及本院委員賴世保等19人 委員江永昌等20人 委員賴世保等23人 委員江永昌等19人 委員廖然等19人 委員費鴻太等25人 委員林德福等17人 分別擬據所得稅法第十七條 條文修正草案 委員邱志偉等19人 提案第十條 下列各種所得免納所得稅1 瓜湖刪除2 瓜湖刪除3 傷害或死亡之損害賠償金 及依國家賠償法規定取得賠償金 個人應執行職務而死亡期 如依法令或規定領取之撫恤金 或死亡補償 每個人非因執行職務而死亡 其如依法令或規定一次 或按其領取之撫恤金或死亡補償 應以一次或全年按其領取總額 以第十四條第一項規定之退職所得合計 其領取總額以不超過第十四條第一項 第九類規定檢除之金額違憲 五公教軍警員員及勞工所領 政府發給特製費 實務配給或其代金及房屋津貼 公民機構服務員員所領 單一興奉中包括相當於實務配給及房屋津貼部分 六依法令規定具有強制性質 儲蓄存款之利息 七人生保險 勞工保險及軍公教保險之保險給付 八中華民國政府或外國政府 國際機構 教育文化科學研究機構團體或其他公司組織 為獎益進修研究或參加科學或職業訓練 而給予之獎學金及研究考察補助費等 但受理之獎學金或補助費無限授予人 提供勞務所取得的報酬不適用之久 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館之外交官 領事官及其他享受外交官 待遇人員在職務上之所得 各國駐在中華民國使領館及其附屬機關內 除外交官 領事官及享受外交官待遇人員以外之 其他各該國國籍職員在職務上之所得 各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駐在各該國使領館及其附屬機關 在內中華民國及職員給予同樣待遇者違憲 十一至國外聘請之技術人員 及大專院大專學校教授 依據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育文化機構 與中華民國政府機關團體教育機構所簽訂 技術合作或文化教育交換合約 在中華民國境內提供勞務者 其由外國政府機關團體或教育文化機構所給付之薪資 十二瓜湖刪除十三教育文化工藝慈善機關或團體 符合行政運喻規定標準者其本身之所得 及其附屬作業組織之所得 十四依法經營不對外營業消費合作設置盈餘 十五瓜湖刪除十六個人及營利事業出售土地或個人出售 或家庭日常使用之衣物家具或營利事業依政府規定為儲備戰備物資而處理之財產 其交易之所得 個人或營利事業出售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所持有 股份有限公司股票或公司在其交易所得而 屬於中華民國六十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前發生之部分 十七應繼承遺產或贈餘而取得之財產但取自營利事業贈餘之財產不在此限 十八各級政府機關自各種所得 十九各級政府公有事業之所得 二十外國國際運輸事業在中華民國境內自營利事業所得 但以各該國對中華民國國際運輸事業給予同樣免稅待遇者為限 二十一營利事業應領進新生產技術或產品或應改進產品品質降低生產成本 而使用外國營利事業所有之專利全商標全局各種特許權利 經政府主管機關專案核准者其所給付 外國事業之權利經基金政府主管機關核定之重要生產事業 應建廠而支付外國事業之技術服務報酬 二十二外國政府或國際經濟開發金融機構 對中華民國政府或中華民國境內自法人所提供之貸款 及外國金融機構對其在中華民國境內自分支機構 或其他中華民國境內金融事業之融資其所得之利息 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自法人所提供 用於重要經濟建設計畫之貸款經財政部合定則其所得之利息 以提供出口融資或保證為專業之外國政府機構及外國金融機構 及外國金融機構對中華民國境內自法人所提供之保證 之優惠利息出口貸款其所得之利息 二十三個人稿費版稅月普作曲編劇漫畫及獎眼之終點費之收入 但全年合計數以不超過18萬違憲 二十四政府機關或其委託之學術團體 辦理工具各種考試及各級公私立學校辦理入學考試 發給辦理事務工作人員之各種工作費 二十五實體圖書營業所得前項第四款所稱 執行職務之標準由行政院定之委員賴士寶等十九人提案第十七條 按第十四條及前二條規定 既得之個人綜合所得總額 檢除下令免稅額及扣除後製餘額為個人綜合所得金額 依免稅額納稅議員按規定檢除其本人配偶及 何於下令規定撫養親屬之免稅額納稅議員及其配偶 年滿七十歲則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納稅議員及其配偶之直系尊親屬年滿六十歲或無謀生能力 受納稅議員扶養者其年滿七十歲則 受納稅議員扶養者免稅額增加百分之五十 官府二納稅議員之子女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 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議員扶養者 官府三納稅議員及其配偶之同胞兄弟姐妹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 因而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受納稅議員扶養者 官府四納稅議員及其他親屬或家屬 合約民法第1114條第四款及1123條第三項之規定 未滿二十歲或滿二十歲以上而因在校就學身心障礙或無謀生能力 確系受納稅議員扶養者 二扣除納稅議員就下列標準扣除或列舉扣除 擇一檢除外並檢除特別扣除花胡一標準扣除 納稅議員個人扣除十二萬元有配偶者加倍扣除之 二列舉扣除小一捐贈 納稅議員配偶及受扶養親屬對於教育文化工藝慈善機構或團體之捐贈總額最高不超過綜合所得總額百分之二十為限 但有關國防勞軍之捐贈及對政府之捐獻不受金額之限制 二保險費納稅議員配偶或受扶養直系親屬之 人生保險勞工保險國民寧金保險軍公教保險及住宅受險之保險費 每人每年扣除數以不超過二萬六千元為限 但全民健康保險之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三醫藥及生育費納稅議員配偶或受扶養親屬之醫藥及生育費 已付與公立醫院全民健康保險特約醫院所 或經財政部認定其會計計務完整正確之醫院則違憲 但受有保險給付部分不得扣除 四災害損失 納稅議員配偶或受扶養親屬遭受抗力之災害損失 但受有保險賠償或救濟金部分不得扣除 五 購屋借款利息 納稅議員配偶及及受扶養親屬購買自用住宅 向金融機構所借款所支付之利息 以每一申報或每年扣除數以三十萬元為限 但申報有除去投資特別扣除者 其申報之除去投資特別扣除的金額 應在上項購屋借款利息中減除 納稅議員應上訴規定扣除購屋借款利息者 以一次為限 六 房屋租金支出 納稅議員配偶及受扶養直系親屬 在中華民國境內租公自住且非營業或執行業務使用者 其所支付之租金每一申報或每年扣除數以十二萬元為限 但申報有購屋借款利息者不得扣除 三 特別扣除而 第一 財產交易損失 納稅議員配偶及受扶養簽署財產交易損失 其每年度扣除以不超過當年度申報之財產交易之所得為限 當年度無財產交易所得可之扣除者或扣除不足者的以 以或三年之財產交易所得扣除財產交易損失之計算 準用第十四條第一項第七類關於計算財產交易增益之規定 二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而 納稅議員配偶或培養親屬之薪資所得每人每年扣除 而以二十萬元為限 三 儲蓄投資特別扣除而 納稅議員配偶或社會培養親屬於金融機構之存款利息 儲蓄性質信託資金之收益及公司公開發行 並喪失之記名股票之股利 合計全年扣除而以二十七萬元為限單一 郵政儲金會對法規定免稅之存部儲金利息及本法規定 分離課稅之利息不包括在內 四 身心障礙特別扣除而 納稅議員配偶或受訪養親屬如 為領友身心障礙手冊或身心障礙證明者 及精神衛生法第三條第四款規定之病人 每人每年扣除二十萬元 五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 納稅議員就讀大專以上院校之子女教育學費 每人每年扣除而以二萬五千元為限 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 即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六 幼兒學權特別扣除自中華民國 一百零一年一月一日起 納稅議員五歲以下之子女 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七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而至中華民國 一百零八年一月一日起 納稅議員受配偶或受訪養親屬 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 需長期照顧之身心失能者 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一第七十一條規定 應辦理結算申報而未辦理經濟生機關 合定應納稅而者均不適用前項 第二款第二目列舉扣除而至規定 納稅議員有項一情形之一 不適用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六 幼兒學權特別扣除而至七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而至規定 一 經檢除幼兒學權特別扣除而及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而 納稅議員及其配偶一第十五條第二項規定計算之稅額 適用稅率在百分之二十以上 二 納稅議員一第十五條第五項規定選擇就期申報戶 鼓勵及盈餘合計金額按百分之二十八稅率分開計算應納稅額 三 納稅議員一所得基本稅額條例 第十二條規定計算之基本所得而超過同條例 第十三條規定之扣除金額 委員 江武昌等二十人停案 請參與第十四 二十五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二目列舉扣除而至二保險費 納稅議員配偶受扶養直系親屬 資人生保險 勞工保險 國民年金保險 局區公共交保險資保險費 每人每年扣除而已不超過二萬四千元為限 但全民健康保險資保險費不受金額限制 災害險 住宅地震保險每人每年扣除而已兩千元為限 不計入前項二萬四千元中 其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 賴事保的二十三人提案 請參與第十八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三目特別扣除而至二 薪資所得特別扣除而納稅議員配偶或受到親屬之薪資所得 每人每年扣除而以二十萬元為限 但應工作相關需支出較高必要費用者 得以列舉方式而時而檢除 屬經財政部核定之特定業別薪資所得者 亦得選擇適用該業別之薪資所得特別扣除而 令參與第三十二、三十三頁增定第四項本條第一項第二款第三目之二 但書及後段規定關於應工作相關需支出較高必要費用之認定 及特定業別薪資所得特別扣除而至合定及其他應遵循四項之辦法 由財政部定之區域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 賴 賴 昌等十九人提案第十七條 請參與第四十二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三目特別扣除而之五 教育學費特別扣除而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 就讀大學以上院校至教育學費每人每年扣除而以二萬五千元為限 但空中大學專校及五專前三年已接受政府補助者不得扣除 六 幼兒學前特別扣除至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起 納稅義務人五歲以下之受扶養親屬每人每年扣除十二萬元 區域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 賴 賴 昌等十九人提案第十七條 請參與第四十二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三項特別扣除而之六 就兒學前特別扣除之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起 納稅義務人六歲以下之子女每人每年扣除十五萬元 區域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 賴 昌等二十五人提案第十七條 請參與第五十四頁五十五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三項特別扣除而之七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至中華民國101年1月1日起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簽署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 需長期照顧至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二十四萬元 區域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 林德福等十七人提案第十七條 請參與第五十四頁第五十五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三項特別扣除而之七 長期照顧特別扣除至中華民國108年1月1日起 納稅義務人配偶或受扶養簽署為符合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公告 需長期照顧至身心失能者每人每年扣除三十六萬元 區域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委員 邱志偉等十九人提案第十七條 請參與第六十六頁第一項第二款扣除而第三項特別扣除而 增訂之八實體圖書特別扣除 納稅義務人配偶及受扶養親屬購買實體圖書支出 每人每年扣除以一萬二千元為限 區域部分均與現行法相同 宣讀完畢 多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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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